我们要讨论课本的有三个章 三章有一个是讲这个 企业国际化 全球化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章的话呢 我们要讨论到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 那第三章的话呢 我们要讨论所谓的这个 创业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企业总是还是要 从头开始怎么样子来进行 这个企业创新 这是今天的这个三章的一个内容 好 那在全球化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照着这个课本的大纲 我们大概就是要先介绍 什么叫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然后当然在这个国际企业之外的话呢 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一个名词 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在这个从自己的国内的一个营运 然后跨出去走到世界去的话 我们有所谓相关的贸易理论 绝对利益 还有比较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可以说是国际化的一个模式 也可以说你往国外去走的时候 你企业经营的一个 可以选择的这些方式 但是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全球化呢 每个国家都想要逐起一道墙 把它挡起来 所以就有一些贸易障碍的一些模式 可是当然还是希望的 这个大国的话呢 还是希望的 透过所谓的贸易协定的话 把这一些贸易障碍的话呢 把它排除在外 所以我们一定会讨论到 所谓区域经济整合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好所以全球化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企业 只要你做的这个 你的这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呢 不是在国内进行 已经跨越了你的这个国界的话呢 那我们都叫它国际企业 就是你进行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进行 等一下我们讲的 这个所谓的国际化模式里面 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进行 只要你的这个商业行为呢 跨出了国境 你的东西卖出去了 你的劳工来自国外 你在国外生产 好这些通通都叫做 这样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呢 我们都叫做是一个国际企业 好那所谓的全球化呢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这样说这个全球化 一个企业你会要讲说我要国际化 可是全球化呢 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就像现在大家都讲说 什么生产力4.0啊 农业4.0啊 就像革命一样 正在这个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 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呢 全球化呢 它是一个过程 让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 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就越来越紧密 然后让它越来越紧密的话呢 这个紧密的一个方式 经济行为的话呢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我们强调是经济行为 当然它有可能会变成是 政治行为上面的一个整合 国际之间 变成我们一直在讲一个地球村 可是一个地球村的话呢 真的变成一个地球村 那很重要的就是 那到底这个统侠权是谁 可是在目前来讲 我们讲全球化 我们还是偏向在经济的 一个观念里面 所以简单来讲 在全球化的概念里面的话呢 你的市场就在全世界 所以你不会是只在卖台湾 你可以把你的目标市场 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你可以在非洲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一个可能地图上呢 你都很难发现 比台湾更小的一个国家 那你的生产呢 它也可以是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那你的生产呢 当然你也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的生产成本够低 你可以接近你的这个原料 你可以在 你可以是取在原料最低的一个地方 你也可以取这个劳工是最低的地方 你也可以选择呢 是那个政府给你优惠最多的一个地方去生产 所以你的市场是全球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进行 你的生产也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说 我只有一部分的工作的话呢 我叫外包 这个out source出去 那相对out source 谢谢 相对out source的话呢 那offshore的话呢 已经在地岸了 所以包括你所有的生产 它都是在其他地方 这是相对生产的一个 生产全球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常会用到的 就是外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当你走出了国境之后呢 你就是一个跨国企业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就是说你在做从事的这个经济行为的话呢 商业行为 你是跨国 你在国外做 可是当你跨了很多国家 你在世界各地都有你的分公司 都有你的商业行为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跨国企业 所以现在讲IB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就不够强势了 你要强的 你就要讲什么 你说我在国际企业工作 那还没多大了不起 你要讲说你在什么 跨国企业 Multinational 对不对 它是在很多国家工作的 很多的这个国家都有分公司的 那这些跨国企业它很重要的 对这个对这个那个任何有跨国企业 可以进驻的这个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这些跨国企业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我们简称FDI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 我们希望的 我们现在引进所谓的外资 就是这个所谓的直接投资 FDI的这个部分 那国际贸易的话呢 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最开始我们在国内生产 你可以想到远古时代 人的这个产品的交换呢 它就是非常简单 可能是跟你的邻居 慢慢的你可以 交通让你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 那我们就会开始去跟更远的做交换 你可以交换的东西 它的种类 它的数量 当然就可以更多 那当然慢慢的我们就会走出国外 跨过这个边疆 跨过边疆 在陆地上 以前中国跟欧洲是靠思路 后来就靠海上思路 就是有这个船运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所谓的海上思路 这样子开始来做贸易 那当我们开始做贸易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你要把你的东西卖到国外去 一定是要有所谓的绝对利益 我的东西 我不管什么东西都生产得比你便宜 我一定是卖那个所谓的 相对便宜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出去 所以是绝对利益的一个概念 但是有些国家呢 它的这个资源相对的一个丰富的话 那什么东西对它来讲都是很便宜的话 所有的 它生产所有东西都是非常便宜的话呢 那它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出国 它都可以出口 它都可以做贸易 那它就变成是一个 它什么都是卖出去 那别的国家呢是要跟它做生意 我一直在买你的东西 然后我的东西一直没有办法卖给你 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模式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持久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出现所谓比较利益的一个概念 相对来讲你总是有一些东西 不见得你的生产成本最低 但是可能是生产的是比较有效率的 就我们看到efficiently 你生产的是比较有效率 不见得是从成本面来看 而是说从效率面来看 你的成本比我低 可是我投入的时候 我同样的投入我生产出来的数量是 可能在品质上会是比你更好的 这是我们讲efficient上面的一个概念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你可以生产比我效率 比我有效率 虽然我生产比你便宜 那我是不是还是让一让 我们讲所谓让利的一个概念 不然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贸易只是单向 你永远是一个是卖方 一个只是接受 那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一个反弹 尤其是如果这贸易上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一个贸易 贸易逆差的一个出现的话 会造成那个逆差的一个国家 它的货币就越来越 越来越没有价值 越来越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慢慢的有经济学家 就提出所谓比较利益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从早期的绝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 我们的这个资源 大概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生产稻米 绝对是比人家不利的话 那我们通通进口有什么关系吗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要想 从比较利益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生产稻米的话 对我们台湾环境的维护 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维持的话 它有这么重要的一个贡献的话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维持 我们稻米的一个生产 我们就容许有其他的一些思考的一个方向在里面 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 绝对利益跟比较利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出现 所以这个让贸易的两个国家的话 他们比较能够长期的维持贸易的关系 我们下面举一个例子 你又懂得管理 你又很会打字 跟你其他的同事来比 跟你同学来比 在公司里面的话呢 你又会打字又会管理 这就是你的绝对优势 可是在整个公司的角度上面来讲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样你就做秘书吗 你既然很善于管理 我当然应该把你放在哪里 管理阶层对不对 因为你更擅长的是管理的 这两个工作来讲 另外有一个人 他其实两个都不是很好 但是你这两件事 你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你总不能说我统统要吃了吧 要分一点给别人做 是不是 所以你很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你就应该去做管理 那你就把打字留给谁 留给秘书去做 所以当一个经理人的话呢 你不需要自己还在那边做什么 paperwork的一个工作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的话 能去思考公司经营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自己在那边打字 所以用这个题目的话呢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 用比较优势 相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的话呢 做得更好 在人力的分配上 在时间的分配上 在效率的呈现上面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出来 好 那讲到国际贸易呢 我们一定要讲到汇率 对 因为国跟国之间 这个原来的货币 这个货币使用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贸易的过程里面 你要去 你要你从别的国家买东西 你就要付他们国家的货币给他 那你拿到别的国家的货币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转换成自己国家的货币 才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 这个货币的这个概念就出现 那在讲这个汇率的时候呢 当然两个国家的这个货币的一个价值的比较 我们有所谓的升值贬值的这样子两个概念 那这些贸易的一个 贸易的一个累积下来的贸易的这个金额的话呢 那我们就呈现在国际收支平衡 Balance of Payment上面 那如果说你一直是出口很多 我们叫做相对出口比你的进口值来多的话呢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贸易顺差 那你就会有出现这个贸易的一个盈余 有Trade Supplies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多数的国家呢 他们会把这个贸易的这个盈余的话呢 有部分的国家 他们会成立所谓的主权基金 就是大家一直在看的 讲的这个主权基金 比如说我们都看到说我们中央银行 他就会公布说 我们现在的外汇存底有多少 那这些外汇存底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贸易顺差 所累积下来的这个 累积下来的一个外汇 那我们有蛮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就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贸易顺差产生的盈余的话呢 拉来做主权基金 那你只要打这个这三个字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国家 他们都有设这个主权基金 那这里面运作最好的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那你可以听到一个叫淡马锡 我们把它换做淡马锡 这个holding company 它是一个控股公司 它基本上背后的资金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贸易 这个盈余 那它可以来 它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的话呢 买各国的这个不动产 或者去投资什么样的一个事业 那当时它曾经也想到我们台湾来买这个台湾的某部分的一个企业 就是有企业它如果想转移的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新加坡的这个 它的主权基金所转移出来的一个控股公司 那你可以查到在国际间还有更多的这样类似的一个主权基金 那当然如果你出现贸易逆差呢 你的出口 你的进口比你的进口 比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进口比你的出口量还来得大的话呢 那我们就说这是一个贸易逆差 那基本上也就是你国内的消费 有一部分的话呢 你就必须依赖这个国外的一个生产 那在我们总体经济学里面大概都会讲 当你国内出现了预算赤字的同时呢 大概你也同时会出现贸易逆差 也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很多的 这个政府的一个预算的话呢 这个预算不足的部分 连国内都没办法适应的话呢 大概有一部分就要靠国外 靠国外的这个进口的话呢来弥补 这是这个贸易逆差的部分 那在汇率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所谓的固定汇率制跟浮动汇率制 那固定汇率的话呢 当然政府他就去控管这个汇率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币值的话呢 让它固定 就是站在这个国家的考量上面 那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这个对个出口国家的话呢 这个货币如果相对贬值的话 产品当然是比较有竞争力 那如果是升值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就变成是进口产品会增加很多 所以政府的话呢 这个汇率通常都是由中亚银行来控管 所以中亚银行的话呢 它就用外汇买卖的方式来控管这个汇率 所以想要稳定国内生产者的这个成本的话呢 有时候政府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尤其是在这个1970年代的话呢 因为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大概1944年的时候 这大战快要结束 那美国就召开了一个会议 那在那个会议的话呢 因为全球的经济呢 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所以二次大战之后 要重整全球的经济 所以美国就召开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召开这个会议的话呢 大家就决定说这个美元呢 就跟黄金的价值就订定好 那订定好之后 其他国家对美元的这个汇率的话呢 再作为一个固定 所以当时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汇率的一个情况 可是后来美国就一直是 有这个贸易逆差的一个情况 所以美元的价值跟黄金的兑换价值的话呢 美元就变得越来越没价值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个 1盎司等于35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在1970年代 美国又重新召开了一次全球的会议 在那个会议的话呢 美国就说 好吧 那我们大家就不要再盯着美元了 那对这个黄金准备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存在了 也就是不用你有准备多少黄金 然后我才可以划行多少货币 这个所谓金本位的概念呢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破除了 所以大家从1970年代的话呢 世界各国大概就开始走 互动汇率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特别因为是对美国来讲 因为互动的话呢 那就看我的这个货币的外汇的这个 在外汇市场里面对美元的供需的话呢 来决定美元的一个价值 所以美国的这个费的中央银行 大家就不用去管它 就放手让它去 去这个让它自由的一个变动 这是美国它可以 因为它是大国 可是其他的国家的话呢 多多少少 中央银行都还是会去做一点点的操控 所以我们说 我们对外宣称我们是互动汇率 可是中央银行呢 总会在适度的时间呢 去做一个干预 所以我们都开玩笑 我们的这个货币的话呢 有一个所谓的中央银行总裁的 这个最后的防线 比如说31块32块 他坚持就是不要去 台币呢 不能够这个贬值 贬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为了稳定国内的一个金融的话呢 那中央银行就在这个汇率上的话呢 做了一些 去做了一些管理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 完全的这个互动汇率的话呢 大概只有美国是做得到的 其他国家多多少小 都还是会去做一点点的干预 好那 克本有讲到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counter trade 这个叫对等贸易 中文翻译上 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翻译 那克本也举了例子 他说像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他就卖 他就卖石油给美国 但是呢 他就说我不拿钱 我只要换这个波音的飞机 就是以物易物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不用去管这个 管这个货币价值 因为叫飞机呢 不是说一天就照好 还要一段期间 从我下单开始 那我石油的话呢 我可能供应上面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你在叫飞机的过程 可能这个汇率是发生改变的 那我们就不要去考虑汇率 我给你多少吨的原油 可以换多少架的飞机 我们就讲好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换就好了 所以这个曾经发生过的 用石油来换飞机这样的情形 然后下面这个例子的话呢 用香烟来换这个石化的一个产品 这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团 那他们下面有做香烟 那当时这个苏联相对来讲 他们经济还不是很开放的时候 所以他们对国外的这些 比较奢侈的这些物资的需求 就蛮大的 可是他又没有足够的这个钱的话 去跟美国买商品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 他们当地生产的这个石化产品 然后就可以跟这个公司来做交换 跟这个生产香烟的这个公司来做交换 因为这家公司除了做香烟呢 他也要做肥料 他做这个化学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农药 chemicals 要做这些化学的这些农药 所以他就用他的生产的香烟 去跟苏二的话呢 去交换他们的石化的一个产品 然后进到美国的话呢 就可以来做 来做他的这个 不管是化肥啊 或者是他的化学农药的 这样子的一个原料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 对等贸易的话呢 事实上还是有存在的 那这个是课本补充的资料了 那他说这个资料来源是来自美国的商业部 这应该就是美国的商业部的话呢 对美国国内企业 就说如果你要出口的话 如果你要出口的话 你大概要经过这几个步骤来思考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你要考虑的是什么 你可以出口的产品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 你当然至少第一个你要先看看 你有没有绝对优势 即使你有绝对优势的话呢 你是不是还可以再考虑是什么 比较优势 相对优势 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第一个 当然你要看 你可以出口的一个产品是什么 然后再来的话呢 当然你到底要卖到哪里去 这个key for market 到底你的主要的目标市场在哪里 所以即使你觉得这个产品 你真的有竞争优势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卖出去 那你还要考虑 不是说我要卖就可以卖 那你还是要挑几个 至少你要看 国外的这个所得 它的市场规模够不够大 要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你先identify的这些 可能的潜在的市场之后 然后你再来分析 那每个市场的一个优先次序 再来我们看到 下面你要设定的 你出口的价格 付费的一个方式 付费的一个条件方式 还有就怎么样子来 这个收款 因为毕竟那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它整个国家的制度 它的金融体系 可能跟国内都不见得 是有相接的 有相连接 那你是不是真的 我卖出去 在国内的话呢 随便也可以找得到人吧 你卖到国外去 中间你可能经过的 不是你自己经过 这个直接跟最终消费者来对接 你中间可能还经过贸易商代理商 然后才会卖到这个 卖到这个最终消费者 所以你怎么样去 怎么样子去把这个 这个价格的话呢 把它串接起来 那我们看到第五个是什么 这时候你还要回过头来看什么 市场找到了 那你还要回过头来看看 我自己是不是 如果人家给我这么大的订单的话 我真的可以拿得下来吗 我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生产吗 所以你就回过头自己来看一看 然后再来呢 可能更深远的考量呢 我可不可以自己建立到什么 Obsies Distribution Network 海外的一个通路市场的话呢 我是不是我不能够只依赖一个单一的贸易商 或单一的一个进口商 我是不是可以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 可以掌控的这样的一个通路范围 然后在下面我们看到 比较多的是Paperbook的那个部分 Documentation Procedure这些 然后一样你还要做什么事 你还是要做一些宣传 你还是要做一些宣传 做一些行销 然后接下来你还要继续再做什么 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在分析 即使那个市场 那个市场 你觉得这个市场规模也够大 它有这个永续性 可是长期老来讲的话呢 其实还有人跟你在竞争这个市场 所以你要更积极的 怎么样子去 持续的这个 让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去满意 好 这里面第一个我们就看到 可以出口的产品 好 那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想一想 那我们台湾一直讲 我们农产品要开拓 是开拓这个海外市场 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农产贸易公司 大概几个礼拜前呢 敲锣打鼓地成立了 那我们到底该 该卖什么东西出去 对不对 我们该卖什么东西 然后卖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现在大概就讲说 我们的水果是最好的 我们该卖水果 然后我们要卖的市场呢 好像新加坡香港 大概都是以这几个市场为主 或是再加上这个 加上日本吧 大概就是这些市场 然后欧美的话呢 就觉得运输通路比较远一点 水果的保鲜期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 五六这两个问题呢 我们到底可以卖多少 我们到底可以卖多少出去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 要先去评估的 就是这个贸易公司的话 我们成立的这个 农产品出口公司 这个公司 他去国外拿了订单 回来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先看看 国内 人家跟我们要买 一年要买 一百万吨 两百万吨 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讲 真的还是蛮 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数字 那你要把这个数字的话 再转换成种植面积 然后你还要再找到什么 生产者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一百吨两百吨的这些产品 它其实要求的品质是 非常要一致的 那所以你就必须要做很好的 做很好产品的一个控管 然后即使这些你都做好 订单都拿到的时候 我们对口还是什么 可能是另外那个国家 几个国家的一个贸易商 或者是代理商 那你可能还要配合他去做 promotion 你还要去做一些宣传 所以这个都必须在我们的 这个整个经费里面的话 能统统一致的去规范 但是应该先问问我们自己 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口 对我们适合出口的产品是什么 可能过一阵子是我们的人 很适合出口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人要出口的话呢 第一个先看你去哪个市场 你就要先讲哪一个话是不是 虽然英文是还蛮通用的话 可是你到东南亚国家的话 可能那个英文就不是的那么 不是那么的通行了 你可能要学 尤其南向的时候 泰国讲泰国话是不是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语 印尼有印尼化 越南有越南化 缅甸有缅甸化 然后还有辽国嘛 然后还有这个柬埔寨 然后到印度去英文还算好 可是印度的话方言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可能到不同的北边南边的话呢 那个讲的话又不一样了 OK 那国际化的模式呢 国际化的一个模式 这边的这个排列次序的话呢 有一点就是叫说 你要投入的资源 还有你要努力的一个程度的话呢 用这样子来排列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授权 我就是把我的产品呢 就像这个日本 我们很封日本 我们 部分人 还蛮喜欢日本拉面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就日本的或者是 日本的什么平民美食啊 我们都很努力的在把它引进来 那在引进来的过程的话 就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授权 就是某一个师傅就跑到日本去看看啊 那个厨师就他在厨房观察了 观察一阵子之后 他觉得说 不错 你可以出师了 然后他就说好啊 你可以挂上就说 你是得到某某师傅的指点啊 那我的招牌可以借你用一下这样子 就是授权 所以他不是真的那一个 不管是那个牛洞啊 那个拉面啊 或者是那个 那个食品的那个 真正的那个公司来投资的 他只是授权 授权让台湾的某一个餐厅 可以去用他的一个商标 包括他的原料 包括他的做法 都不见得是跟 原来的这个公司的话是一样的 这是最容易的 他愿意说 好 我的招牌就让你挂吧 这是授权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到了我们讲的 进出口的一个部分 那他可以 他可以把他的这个 拉面的面条啊 配方啊 他就直接出口到台湾来 然后你就可以讲说 我用的是日本什么什么地方的 什么这个面条啊 用的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这个在出口进口 就是你已经直接接触到什么 比较真实的日本当地的这个 生产的一个产品的 好 所以相对于授权的话呢 那你可以更实际的接触到真实的一个产品 那在进出口贸易的这个地方 课本就讲的比较多 在这个进出口贸易的这个部分的话 好 我们可以再把它区隔 就是你可以自己 自己来做进出口贸易这样的一个工作 进出口的这个工作 那也可以直接就是给这个 代理上这个trading company的话呢 帮你来进行 但是不管你要怎么做 在这个进出口的一个过程的话 我们都牵扯到这几个这几个专用名词 所以这个这是比较 在国际贸易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话呢 就会比较实物一点 就会去谈这一些东西 好 第一个叫信用状 也就是说那个要进口的这个公司的话呢 你要跟人家进口的时候 你就要类似像订单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叫信用状 你就说我要订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类似这个契约的一个东西 那接受订单的这一家 这个企业的话呢 就可以拿着这个信用状 到银行去做抵押担保 就可以借钱出来生产 因为你要卖东西给人家 那如果说你自己从头生产再卖出去的话 你想包括我们卖水果 那我现在 我现在开始接受你的订单 那我可能要半年之后才可以生产 那我现在要去买种子 我要买肥料 对不对 我要请劳工来生产 那这些钱从哪里来 好 所以当然我可以 我自己我可以自己来生产 自己先付这些钱 这大概是目前我们农民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在接更大的订单的时候 我要去租更多的地 我要买更多的 更多的种苗来投入 我要更多的肥料 我更多的农药 我更多的人力 那这些钱呢 如果没有所谓的信用状去跟银行抵押 先融资出来的话 那这些钱都必须我自己去想办法 所以在国际贸易里面这个信用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它就类似你拿到订单 那你就拿到这个订单的话呢 就可以去跟银行做抵押去做融资 所以以前我们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专业银行的话呢 它就是专门可以接受 我们叫什么 我们有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专业银行 所以鼓励出口的时候 那就可以接受 特别接受这样的一个信用状 然后就可以让你融资 那政府如果是政策鼓励 当然这个信用状 如果信用状上面的这个贸易金额是100万 那我可以可能只是给你五折 给你这个七折八折 可以融资的这个金额就不一样了 那这时候就看说 政府对这个出口的这个厂商的鼓励程度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农民呢 即使要出口 那大概都还没有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就是说没有拿到国外的所谓的信用状 也没有说到农业金库的话呢 就可以说你来融资 然后你就可以去生产 然后去应付这个你的订单 好 这是信用状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这个Bill of Lending的话呢 那这是海关提单 就是你这个产品生产完的话呢 那你要出去的时候 那那个进口 那个进口商 他要到海关去拿这个货的时候呢 那他就不需要这个 有这个提单的话呢 证明说这东西是要交付给你的 是要运给你的 所以他要需要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最后这个银行本票的话呢 这是相对于这个信用状的话 那这是另外的这个 要出口的这个厂商 他的银行相对接的 对接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这个食物我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名词 就是你可以稍微的知道 那他有更食物的一个部分的话 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再深入去研究 好 那如果是经过代理相的话呢 那你可能东西就是卖给这个代理相就好 代理相就去帮你们戳合 去做这些paperwork 所以中间的那些过程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不需要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管理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发觉 为什么可以有这个代理相的一个存在 在这个文化食物里面 比较多的这个paperwork的话呢 有人帮你处理掉 那我只要专门的去生产 那甚至我都不用去找 我都不要去找客户 那个代理相他都帮我找好的话呢 当然对这个生产要出口的厂商来讲 这是更方便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们有他们存在的一个价值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契约制造的一个方式 那但你就是直接拿到 就是我们讲代工的一个部分 比较类似像这样子 像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这个球鞋 不管它叫做 它叫爱迪达 不管它叫做Nike 它其实都在哪里做 以前都在台湾做 在台湾的宝城做 然后宝城后来搬到大陆设厂了 它就变成在大陆做 那真的不管它是哪一个 哪一个牌子 那这就是所谓contract manufacturing的 这样子的部分 就是这个公司 让他们设计好产品之后呢 就委托台湾的这个鞋厂的话 觉得我们的鞋厂做出来的品质的话呢 非常好 所以它就让我们台湾 就是它会先经过 所谓打样的一个过程 去让这个Nike 让爱迪达他们看 对这就是我们设计的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在下单 OK 那我们就生产这样子 所以这些鞋子的话呢 其实在台湾生产之后 然后挂上这个 他们的标签 然后就是送到 送到他们的母国去 然后再送到 比如说它的母公司在美国 然后在美国再重新发货出来 好 所以 像现在我们大家拿到的这个iPhone 它其实也一样 里面的所有的这些 这个软体的一个设计的话呢 都在美国的苹果公司设计好了 然后就开始 把它的一一的零件呢 里面有包括 比如说这个 晶圆的部分的话呢 由台积电来生产 那个镜头的话呢 由我们的大地光来生产 还有其他的 荧幕这个面板的部分呢 还有这个机壳的部分的话呢 又有不同的公司来生产 生产完之后呢 通通都跑到这个 鸿海的大陆郑州厂的话呢 在那边组装好 组装好之后 再一架飞机 再把它送到美国去 再从美国再把它铺过铺出完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每个公司的话呢 其实都在做这个 所谓的代工的一个过程 好 那再下面我们讲 策略联盟的话呢 就是 你要进到其他国家去 那可是 你还没有觉得说我的 你还想要试这个市场水温 你不知道说我这样 一开始我就投入很多 到这个国家去设一个公司 去设一个厂的话呢 这个风险相对高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找 跟我比较有关系的这个企业 我们就做策略联盟 我们也都没有出钱 我们可能只是 大家把名字挂在一起而已 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 大家一起来进行 这叫策略联盟 它可以是同业 它可以是一业 那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事业 把我们的品牌的话呢 可能把它是挂在一起 所以 彼此的这个承诺性的话呢 其实不是那么的关系 可是现在对合资公司的话呢 我们看到 Joymanager 这时候你就要出钱了 你出一点钱 我出一点钱 因为我对这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到东南亚去的话 我们语言也不是非常的通 那对当地的法律 也不是非常的熟悉 甚至他可能规定说 这个土地的话呢 不能够卖给外国人 那所以我就必须要找到当地人 然后跟他用合资的方式 那他们就可以去买土地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建厂 所以到合资这个阶段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要什么 有比较多的commitment 这个投入的话 这个承诺的话就要比较多了 那当然你都非常熟悉之后呢 因为在合资的过程里面 你其实在经营管理上面 你还去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当地的这个公司 或者其他公司 你必须要去协商 所以当然你更积极的话呢 你就做什么 海外独资 你就自己到海外去设一个分公司 然后就所有的这个操控权的话呢 当然就你自己来掌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程上面 好你从最简单的 OK好 我就让你挂什么 台湾水果好了 然后再来呢 我们用我们的贸易公司 我们去出口台湾水果 再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接受什么 我们可以帮日本的某一个厂商 帮越南某一个厂商的话呢 专门去帮他们生产 比如说我们生产的这个联屋上面呢 我们可以帮你做上你的logo 那就变成是你们的一个产品 就是你们公司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像这个豆尔的香蕉 他的母公司在美国 可是他有很多香蕉是在中南美洲生产 他在菲律宾也有生产 可是不管哪个地方生产 他永远挂的是什么 挂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好 那策略联盟的话呢 当然我们譬如说到日本去 那我们跟日本的这个 最大的一个商社的话呢 就跟他来做合作 然后他就是帮我们去做 我们的台湾水果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宣传 在策略联盟上面 那或者我们更积极一点 我们的 我们国内的这个比较大的合作社 他去跟日本的商社的话呢 合资来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可以在台湾生产 然后日本的话呢 去负责行销这样子 真的是成立一家公司 中日合资的一个公司 那更积极的做法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排到 我们的这个农民的话呢 可以跑到 比如说我们有比较多是属于 热带水果的一个部分 莲雾啦 凤梨啦 芒果啊 这是比较热带的一个水果的话 那日本跟台湾纬度比较接近 比较热带大概就是 琉球冲绳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地方 我们就去租一块土地 我们去买一块土地 如果日本许可的话 我们就在那边盖一个农场 那我们就直接是什么 那个叫日本的产品呢 虽然它是台湾水果 但是它已经在日本生产 日本的产品 所以它基本上在日本上销售 它当然就没有所谓进口的时候 要所谓的那个关税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它的检疫上面 因为那已经不叫进口品 它已经是日本国内的一个产品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免掉什么 那些我们担心的 那个贸易障碍的一个部分 这是这个 我们可以用市场的复杂化 跟产品的差异化 你就可以考虑说 那我刚开始要进去的时候 这几种方式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子来做筛选 好 这个国外的例子讲完 我们就讲一讲孙子兵法吧 因为孙子兵法这一段呢 其实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海外投资 是很有关系的 这是孙子兵法的九地篇里面的 它讲说用兵之法 有三地 有亲地 有真地 有交地 有渠地 有重地 有辟地 有为地 有死地 总共有九种地 然后自占其地的话就叫善地 就在自己国内打战的话呢 就叫善地 入人之地不生者叫亲地 如果你只是打到人家边际的话呢 这种情况就叫亲地 我得哲利 彼得也得利的话呢 这个叫真地 那我可以往彼克来 这种是交地 诸侯之地三属 就是我们讲那个 那个所谓撒嘎汤的那种地方的话呢 先到的就得天下重 这种叫取地 入人之地生 被诚意多者为重地 就是你打入人家的国家 走得非常深入的话呢 这时候就叫重地 你已经深入人家的国境里面了 如果是地形很复杂 很错综复杂 三宁贤主举折 凡难行之道者就叫辟地 就是那个坑坑坑坑的 三 沼泽这种就叫辟地 所从由入者爱 所从归者于 比重可以积 我自重者 这叫为地 基本上你 就是比如说进到那个 那个山谷里面 被人家围起来的那种情况 就叫为地 这个极战者存 不极战者亡 这叫死地 我们常常听到的死地 那所以呢 这九种情况呢 你的因应之道是什么 善地则无战 你自己在自己国内打什么呢 当然就不要战了 清地则无止 你进到人家的国家 你只进到边界的话呢 这有什么意义 所以当然不能停止 要继续前进 真地的话呢 则无功 无功当然要继续功嘛 对不对 不要不功 所以当然是功 既然对我 我拿到对我有利的话 那我当然是要功 取地的话呢 这个是 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 要 它是一个这个中立的 中立的一个地区的话 你当然要跟它维持一个 友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取地的话呢 就何叫 种地则略 深入人家的土地呢 刚刚讲 清地则无止 对不对 你只达到人家边境 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深入 深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略 采用它当地的资源 好你可以讲这个略的话 略夺人家的资源 这比较严重一点 你当然就要利用 在地的东西去生产 所以这个已经讲到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 清地的话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只是在做贸易 对不对 你只在进出口 好那或者你只是在做什么 你只是在做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联盟而已 你真的要 真的可以拿到 当地的一个资源的话呢 种地则略 好你真的要做 走出去的话 你其实应该要做到 这个直接投资 这样的情况 好 辟地则略 就危险的地方啊 就不要停留 要赶快走就对 为地则略 当你被人家围攻的时候 你在这个市场上 有很多竞争者 你被人家围得没办法突围 你一定要谋 你一定要思考 好你这时候 一定要静下来思考 我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突围的 在这个市场上 好你没有机会了 那最后死地则战啊 如果不战则亡的话呢 总要放手欲搏嘛 好这是一定的 好这是九地 那这里面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 轻地 轻地则无子 重地则略 好 所以如果你 既然你要走出去 你就要走到什么程度 你就要深入人 你就要入人之地深 而且入人之地深的话呢 你就要用当地的资源 你就要用当地的一个资源 好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 还是在讲这个 所谓的农产贸易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在你的整个策略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是还不到位的 其实还是不够的 你真的要讲 你真的要 在这个现在所谓全球化 大家都在讲全球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 你必须要深入思考的 你应该走什么 重地则略的一个思考 尤其是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你全部把所有的资源 都去为了某一个国家 你不管是用合约生产 你不管是为了要出口 你能够生产多少的产品出来 当你到人家边境的时候呢 你还被人家卡关 还有贸易障碍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真正积极的做法 真正积极的做法 你去用他的资源 来生产他们要的东西 这是重地则略的一个概念 尤其你看到下面这一句话 还为客之道 深入则专 主人不客 略于饶野 三君主食 为客之道 就是你去进攻人家 这叫为客之道 我们不是打球的时候 有什么组队客队 所以别人到我们的球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叫组场 来我们的这个 来我们这边打球的 我们就说他们是客队 所以你去攻人家的时候 你就叫为客之道 所以你要去攻人家的时候 你要什么 深入则专 你要走得越深 如果你在边界的时候 我们才到边界而已 前面好难打 那我们回头吧 对不对 我们就做了一次的这个出口 然后觉得销售成果不是很好 因为碰到很多问题 算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 是不是 可是如果一开始我就想 我就是要直接达到你的指导黄龙 我就是要直接卖到你的 最顶尖的一个客群的话 我就是要做这样子 深入则专 主人不客 所以主人呢 没办法跟你应战 不客 所以你深入的话可以怎样 略于饶也 刚刚种地则略在哪里 你要去用它的当地的资源 你要用它当地的资源 你可以想 当我们在做出口的时候 我们是牺牲我们自己国内的环境 像以前我们卖了很多的猪肉到日本去 我们把猪肉卖到日本去 所以只有那个贸易商 或者部分的猪农 它赚到钱 然后留在台湾的都是什么 猪粪 不是吗 所有的污染留在台湾 然后赚钱的就是那些少数的 那些贸易商 他们可能赚比较多钱而已 所以你要养猪 你说台湾猪品种很好 好啊 我们去哪里养 直接到日本去养 把污染物呢 留到日本去嘛 不是嘛 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 这些这个 这些这个废弃物的部分 所以包括像 我们一直在讲说 台湾到底该不该开放美猪 加了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在日本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没关系啊 我们自己日本到美国去生产嘛 对不对 既然是开放美猪 只要我日本人在美国生产的 那就还是叫美国产品 但是它是我日本人去开的 这个养猪厂 那我跟我的日本的厂商买 不违反你日本美国的规范吧 因为那个猪肉 还是从美国运回来的 不是吗 好 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话 重地则略 清地无子 好吧 九地 好 贸易障碍有哪些 为什么要有贸易障碍 为了平衡贸易资质 为了保护国内产业 为了保护国内劳工 因为你可能产业 产业倒了 当然劳工就失业了 当然我们还有更成一层的意义 就是我们可能不想进口到 比如刚刚讲的 还有莱克多巴胺的 这样子的猪肉 用这个 莱克多巴胺是可以的 齐帕特罗像这样子 毒性更高的这些瘦肉精的话 这个对我们国民有健康相应的考量 或者我们禁止日本 在这个福岛 这个核在之后的这些 可能有辐射的这些产品 这都是为了我们国民的一个考量 或者很简单只是做什么 报复而已 因为对方做什么 请销 因为他把他的东西 用很便宜的价格 卖到我们国内来 所以我们当然要报复他们一下 所以我们就设立一些 贸易的一个障碍 那这些障碍呢 包括关税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所以克这个关税比较高 这个产品在你国内非常便宜 没关系 可是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把这个关税加了200倍 你进到台湾来的价格 跟台湾的价格是一样的 甚至比台湾高 那你的竞争优势都没有了 那我这样加200倍 有什么不可以吗 如果没有在这些所谓的这个 国际贸易协定之下的话呢 当然你是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很多的国家 当然都站出来抗议 那这样子还有什么贸易可言 所以这关税 再来就是可以做进口配额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不可以进来 甚至进来的数量是多少 这是进口配额的部分 甚至我们可以禁运 禁止就是特别禁止 某些国家的这个东西进来 这是在贸易制裁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像美国不是就对这个俄罗斯的话呢 他们就有这个贸易禁运的部分 美国之前也对这个缅甸的话呢 也有这个贸易制裁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们觉得说你们没有人权啊 你们是这个军政府啊 会怎么样子的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禁运 包括像古巴也是 或者外汇管制 就是你在我的国内赚的这个钱 要汇出去的话呢 那我就规定你 你就可以只能汇多少 其他钱呢 你就要留在我的国内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管制 Currency Devalue的话呢 跟Depestation那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Devalue是我整个货币 我全部呢 贬值的话呢 它只是说 每天在市场上交易 决定出来的一个价格 可是贬值是我一次 我就把我的台币呢 对美元的这个 这个币值的话呢 我就全部Devalue 变成20块台币 40块50块台币 去换1块钱美金 用这样的方式 就我用政策讯的去宣布说 我一次一次到位 不是像市场上慢慢去变动 我一次就宣布说 我的台币就是要50块 换1块钱美金 像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Devalue的概念 再不然我们就可以用简易 用简易的方式 然后就可以 今天就说这个不能加 那个不能加 最后我们也可以讲说 课本讲到说 我们可以用什么 文化的因素 我们可以用文化的因素 我们对某些东西的话呢 不太喜欢的 不符合我们国内 那讲到国际贸易协定 当然我们一定都要讲到WTO 可是WTO的全身的话呢 是这个GET GENAL AGREEMENT ON TELEVISH AND TRADE 那一直到这个1995年之后呢 才有WTO的话来取代 那目前它大概有160个国家 那WTO最重要它是可以做仲裁的 整个这个国际贸易上面 只要是会员国之间国际贸易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WTO可以来做仲裁 但是WTO的谈判呢 最后卡在这个杜哈回合的谈判 就没有办法再军行下去 所以就开始出现什么 区域经济整合这样的概念 就在WTO的主架构下 就区域开始去做他们的一个 这个区域之间的 究竟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呢 去讨论他们自己可以接受的 这个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情况 那区域整合的话呢 我们说它整合的程度 从最低到最高 可以从自由贸易区到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到政治同盟 那这是每一个的定义 那自由贸易是说 这个会员国之间的话呢 没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贸易障碍 只是会员国那边 会员国里面彼此没有 可是会员国对外的贸易政策 是可以不一样的 可是关税同盟的话呢 是会员国之间没有障碍 对外的贸易政策也都一样 这时候就叫关税同盟 那如果是共同市场的话呢 就是生产要素是可以互相移动 不管是关贸易障碍的问题而已 重要的生产因素都可以自由移动 所以这里面包括资源 包括人员的移动都在里面 再来就是经济同盟 这里面就出现共同货币 甚至他们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像欧盟基本上就是一个经济同盟了 那最后呢 他们要有一个政府组织 这叫政治同盟 基本上他们大概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家了 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欧盟 1957年就开始谈判 那2002年的时候 欧货币上就整合了 就变成是欧元 但是最大的震撼应该是今年6月吧 英国说要脱欧 对不对 今年经济的黑天鹅 这是欧盟的一个架构 它也有点快要变成这个什么 政治同盟的一个味道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有这个所谓这个议会了 欧盟的一个议会的一个出现 他们就有这个consul的出现 然后再来就是 第二个比较知名的就是北美贸易区NAPTA 然后这是在1994年 它原来就是美国 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这三个国家 然后其他的 我们看到的像OPEC 这个是这个石油输出入国家的一个组织 它比较注重的是以石油 但是它也不是以中东为主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几个是非洲的国家 然后像维带瑞达中美洲 还有我们看到 对 印尼也在里面 看到印尼它是在OPEC里面 然后再来是东南亚国协 东南亚国协 但是东南亚国协它其实已经扩张了 它已经把这个中国大陆加进去了 所以它是阿森EC 它又已经扩张到这样子 然后苏联的话呢 基本上1991年 就苏联解体之后 它现在就是Common World 然后再来是中美洲的这几个国家 然后就我们刚刚 最近在说的 要派谁去参加的那个IPEC 它有27个国家 太多了我就不写了 然后再来的是中美洲 这个是这个中美洲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美国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可以这个 跟中美洲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中美洲国家 基本上对美国是有一些的 这个不太愉快的倾斜 所以已经开始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协定 但是在真正合作内容上的话呢 其实还是有限 好 那我们一直在讲的TPP呢 环太平洋的这个经济合作伙伴 TPP 2010年开始谈 然后一直到今年的话 才开始就说算是要回到这些国家 这11个国家 他们的国会去同意之后 他就第一轮的回合谈判的话呢 这些决议的话算是可以接受 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进行 第二回合的一个谈判 那第一回合大概就是这些国家 基本上就是还着太平洋的 这个沿岸的这些国家 也就是这些国家 那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争取的 就是大概在第二轮 在第二轮的谈判 可是我们知道 像美国来讲 他的两个总统候选人都说什么 我当选之后我绝对不会签的 好 因为他们觉得TPP的话呢 会对他们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话 尤其对劳工议题事业问题的话 会有很大的影响 OK 好 这是我们讲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刚刚有同学在问我 就是海关提单的一个部分 那这是在课本里面举的例子 在课本特别在 课本在75页 他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 在进出口时候的一个 一个这个需要的一个文件 那就是说进口商的话呢 他必须先发一个 透过他银行发一个信用状 所以出口商拿到这个信用状 然后他就要去安排这个航运的一个部分 所以航运的部分的话呢 就会拿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海运提单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跟他的进口商的一个银行 这个出口商的银行 再去开这个所谓银行的一个汇票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呢 送到这个进口商的一个部分 然后进口商的话 他再去 他就基本上他在利用这个银行的这个 bank draft的话 还有这个提单的话呢 让他的银行 可以把这个钱的话呢 存到出口商的这个银行里面去 做这样信用一个担保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彼此双方的话 东西也还没有出现 那我刚刚讲到 你要生产你也需要钱 所以彼此之间怎么样去做一个协调的话呢 在信任的保证上面的话呢 就是靠这个双方的银行 就靠这个双方的银行 然后比较具体的就是在货运上面 我们看到进出口的话呢 货运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另外在这个策略联盟的一个部分 对策略联盟的话呢 其实大家定义其实还蛮多元的 也有人认为呢 合资是策略联盟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这个策略联盟的话呢 必须是两个公司 两个party的话呢 他们合资 然后去成立另外一家新的公司 像课本举的例子是这样子 但是有更多的认 更多的说法呢 是认为这个策略联盟的话呢 其实只是一个协议 只是一个协议 那比如说我的东西要出到日本去 那我就跟日本的这个超级市场 连说的超级市场 做这样子的一个协议 他也没有 我们都没有出什么钱 他可能只是提供一个场地 然后给我一个期间 让我可以在他们这个超市上面 去做广告 只要这样子就可以 这样也算是一个策略联盟 或者要再更狭矮一点 像课本讲的 他们一起出支 这两个公司一起出支 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那课本就把这个定义是策略联盟 可是更广义的话呢 其实不认为到需要出支 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只是可以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协议 彼此都没有出钱这样子 这是在策略联盟上面 再提醒大家 基本上其实是还有这个 不同的看法的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一章的话呢 我们讲到的是这个 企业的一个组织 一个business的话呢 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形式 那当然最简单的 组织形式的话呢 你可以是独资 你可以是合伙 那或者是可以股份有限公司 独资当然就你一个人嘛 那当然一个人就很容易啊 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这个风险的话呢 当然就是由这个来承担 所以在成立的过程 相对是比较容易 但是缺点呢 它的规模 就没办法扩大 还有这个独资创办人呢 如果后继无人的话呢 这家公司大概就没有了 就结束掉了 这是独资的这个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一个人不够的话呢 那就多找几个人吧 多找几个人的话呢 那就是合伙 可是在合伙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就是说合伙人呢 他们的这个承担的义务责任是什么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说 就有限 就是你可以要求说 我是一般合伙人 所以我对于这个经营的这个责任啊 我要付的这个义务啊 那大家都一起分摊 general partner 那或者我只要limited的 我可能我出钱的那个部分 我自己去承担这个 我要承担责任 其他的我就不要了 limited partner这样子 就是在合伙上面的话呢 你自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股份有限公司的话呢 corporation 那在国内的话呢 就是他必须经过公司法 所以他是有 他是有一个法律的一个位阶 所以他代表的是一个法人 在法律上面的话呢 他跟我们自然人一样 譬如说他有这个纳税的一个义务 所以在法律上认为他算是 某一部分是跟这个自然人是一样 那在组成的过程里面呢 这个股份 就是来自股票 stock 那在stock里面 我们当然又分普通股跟优先股 普通股的这个股东的话 股票所有人 就是把公司的这个所有权的话呢 我们用股票呢 把它分出来 一般来说都是普通股 那所以普通股的这个股东 所有人呢就是股东 那他的权利他有被选举当这个董事 监察人的权利 那他也有可以投票的一个权利 但是他呢分配这个盈余的时候呢 他是最后 他是最后 就是我们把债权人啊 我们把政府啊 这些 这些这个该付的钱都付完之后的话呢 剩余的这个盈余的话 才是由普通股的股东来做分配 那优先股的话呢 优先 就是他是优先分配股息嘛 当然在公司有赚钱的时候啦 可是一般我们都认为优先股 大概就像这个债券一样 因为他有固定的配息的 这样的一个规范 所以既然你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的话呢 你当然就没有投票 就没有被选举权了 你就不能够去选股东 选这个董事 那盈余的分配呢 对股东来讲 当然就是股息的部分 每年的盈余的话呢 可以分配到股东 因为你出钱去成立这家公司 当然我们请了 我们请了专业经理人来经营 那经营的这个剩余的这个盈余的话呢 当然是合理的分配到股东 那我们就叫股息 可是这个配息的方式呢 可以是配现金 cash dividend 那也可以是配什么 股票 stock dividend 那所有的股东呢 都在争取当什么 board member 所以股东会呢 是board director 然后如果是监察人的话呢 是supervisor 就是这个监察人 那当然 chairman 这个董事会的这个 这个主席的话呢 就是这个chairman 那大概在台湾就把它叫董事长吧 那董事长基本上 他其实是不介入经营的 那董事会应该要再去请一个什么 专业经理人 可能是一个president 或者是他是一个CEO执行长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他的一个组成 这一页的话呢 是课本里面做的比较 这三种基本的组成方式 这三种基本的一个组成方式 独自合伙的缺点 大概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优点 股份有限公司的缺点呢 大概就是独自合伙的优点 那基本上应该说 对个人来讲 对个人 对少数人来讲 一开始你大概都是从 独自合伙开始做起 独自合伙开始做起 因为规模比较小嘛 资金也比较少 要成立的话呢 也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当你慢慢经营 慢慢经营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会慢慢把它转成什么 股份有限公司 做这样的一个转变 所以在台湾的话呢 大概你就可以先去做商业登记 做一半的一个商业登记 然后再来呢 你大概就是 变个人的这个 这个股份 就是个人的这个 一样是个人独自的这个有限公司 然后慢慢的再去做 经过这个公司法 然后去把它转成一个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变成cooperation 然后你再决定呢 你将来是不是要上什么 上这个柜台啊 柜台买卖中心啊 或者你要上到这个集中市场去上市 变成公开发行 走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看到 变成一个大企业 你去 刚刚我讲到的 你上市贵最大的好处 就是资金的筹措 对个人来讲的话呢 对个人来讲 你的资金来源呢 你就是可以去 就靠你个人的财力 亲戚朋友 然后再来呢 大概就是跟银行借钱 这是大概你资金的一个来源 好 那对于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个地方 raising money的这个部分 你独资的话呢 你没有其他 筹措资金的一个方式 你就是只能个人的 资金的一个赞助 亲戚朋友 然后再来就是跟银行 可是为什么公司是比较容易呢 刚刚我讲的 你可以上柜 你可以上市 那那个公开发行之后的话呢 你的投 可以来投资你的这个股东 他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了 甚至就不认识的人 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他只要在集中市场 买到你的股票 他就变成你公司的股东 所以你不用管他是谁 你也不要去找他 只要他愿意花钱买你的股票 他就是你的股东了 所以当然你要去 筹措资金相对就更加的容易 那另外还有可以做的方式 就是发行公司债 你也可以发行债券 然后来这个 来对外的话呢 来筹措资金 所以当然在 赚钱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比较容易 那另外一个好处呢 所有权的转移 我们刚刚讲 独自最难的是什么 因为公司负责人就是你嘛 所以除非你把公司换掉 那才会变成是什么 你把公司卖掉了 这个独自公司可不可以继承 你看还是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程序 公司负责人要去换名字的话呢 你可能还是要到商业处去做一些登记 好 可是如果是买卖股票的话呢 股票代表的就是所有权 所以你买卖股票的话 在集中市场里面 你也不要去做任何的登记 你只要卖掉了 你就知道 你不再是这个公司的所有者 所以它的所有权的转移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的 你不要去做任何的一个登记 其实这些登记的话呢 都是在这个由这个教育所的话呢 跟它的这个券商所形成的 这个整个网络里面的话呢 都会来进行 所以当我们要分配股息的时候 既然这个转移非常容易 那这个你只是买一个 这个股票买一个月 然后就卖掉 你可以确定你拿到股息吗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 像今年鸿海股息不是发非常多吗 要发620几亿的股息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在这之前 你可能就要开始买了 因为所有的这个配息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截止登记日 就是你必须在哪一天之前 持有这个股票的话呢 那那个股息才会配到你身上 所以在那个除息的这个登记日之前 你必须买要 你就必须买股票的话 钱才会配到你身上 那所以这个股息配完之后呢 这个股价就要掉下来了 因为他必须把这个股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去做一个回归正常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这些工作的话呢 这些其实都是由这个 证教所跟这个券商的话呢 就会帮你处理 那可是我刚刚讲说 这个到底每一个 每一年要配多少的股息呢 大概都是会有经过这个 董事会提案之后送到股东大会 然后经过确认 然后再拨钱 再确定去执行的 所以它是有一段时间 所以你必须要 这个有很 这个事先知道这个资讯的话 那你才可以在那个登记日之前的话呢 真的买到那个股票 好 那这个所有权转移非常容易 好 那当然这个公司的存序的话呢 就相对容易 好 因为你的股东呢 就在市场上它可以一直变换一直变换 好 所以公司它的这个经营的话呢 它的时间就可以非常的久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国外好像记忆它都是100年以上的公司 好 为什么它可以持续这么久 好 福特汽车它也都是非常久的一个 一个企业 当时的创办人呢 它可能都还有持有部分的股票 所以它们可能在股东会里面的话 它可能有一席两席的这个 这个董事的一个喜次 可是公司的经理人呢 都不会再是原来的创办人了 它的这个CEO的话呢 都是外面请来的 这个专业经理人的一个部分 这是跟我们台湾比较不一样 大概都是 因为现在我们大概讲 譬如说讲银行 我们会讲无辜才华 对不对 这吴家 孤家 蔡家 还有花旗这几家 台湾重要的这个银行 花旗是外商嘛 可是这几家公司其实创办人 就是所谓的无辜才 无辜才这几家 可是它其实都已经是上市了 都已经在市场里面交易了 那去看看真正的创办人呢 它的这个股票 它占的比重呢 大概都不见得是最大 也不真是占到一半以上 可是我们都还是有这种 家族经营的观念 我们都还是觉得说 怎么都还是他们家族在经营 是台湾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农业生产都是哪一种形态 就我们说我们家庭农场对不对 你还记得农场登记 虽然它不是真的商业登记 可是我们的农场大概都算什么 大概都是独资吧 对不对 大概都是独资 那你可能合作社的时候 可能有几个人一起来成立这个 一个农场这样子 可是大概都还没有到什么 公司经营的这个农场 我们大概都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家庭农场经营的这种独资的一个模式的话 很容易碰到的呢 这个经营者不在了 他不想再经营的话呢 这个农场就没有了 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独资类似的情况 好 那课本还有介绍的其他几种 有一个这个LLC的 这个Limited Liability的这个Corporation 那这种比较就是像我们讲的会计师事务所 或者是律师事务所的话呢 它大概就是属于这种LLC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美国现在还鼓励另外一个叫做B Corporation 就是Benefit Corporation 它就类似我们讲的这个社会企业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是这个B Corporation的话呢 是有一个组织去做认证的 就是说你符合哪一些条件的话呢 它才会给你这样子的这个B Corporation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标章 那我们台湾有一个公司就有达到这个标准 它叫做绿腾 它是我们农业公司 是属于我们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它的创办人呢 是我们台大财经系的毕业的这个校友 那他们做的呢 这个绿腾 大家可以去上网去Google一下 绿色的绿腾 慢的腾 他们是做芽菜 他们是做芽菜的 但是他们很强调 就是说他们的芽菜生产过程的话呢 比较说友善环境啊 节能啊 或者有其他的这些符合B Corporation的这样的这些 规定 所以他们有拿到美国的这个B Corporation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那这家公司的话呢 它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 它大概成立五年左右吧 它有蛮多的产品其实已经出口到日本 那现在大概也要准备进军到这个新加坡 甚至是温南这些其他海外的一个市场 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案例 就是如果你觉得农业没什么前途的话呢 你就去看看绿腾 它也不是很辛苦的在土地上种 它就是它 它可以比较是在室内 因为是芽菜嘛 所以它可以比较是在室内来生产 然后它的这个生产的环境呢 当然就没有那么多的土 不是那么的辛苦 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好 那这个绿腾的话呢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这个校友 然后大概就靠自己啊 靠爸爸妈妈这样赞助一下 然后现在已经慢慢 当时当成立的时候 他们也争取蛮多的政府的补助 农委会的补助 那包括像他们现在要扩厂的话 现在要去打品牌的话呢 他们也去跟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 那在这个扩大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 可能就我们刚刚讲 你可能就是会开始做内部的 内部的成长的一个规划 你会开始做增资 原始股东增资 或者我们会开放呢 去外面就是开始走上市柜这样子 这是一种内部成长的方式 那这边介绍的合并跟收购 就我们简称并购 M&A Merger and Acquisition 这个M&A 它基本上已经走出你自己原来 公司的内部去向外 去向外扩张这样子 那我们都把它归类在企业成长的一个部分 所以刚刚讲 你可以在内部自己来成长 继续原始股东去增资 你也可以去怎么样 去把别人的公司呢 去把它买下来 去买其他的公司 那在并购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大概有两种 一个叫做吸收合并 一个叫做新设合并 吸收合并的意思就是 我去买别人的公司 那我叫存续公司 另外一个公司它就消灭了 所以就是变成这个 我是A公司 那我去买了B公司 B公司就被我吃下来之后 它消灭它没有了 所以我就剩下我 剩下我就要存续公司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吸收合并的话呢 就是我AB 我们这两个公司呢 我们两个同等的位阶 我们两个同时成立 那我们就叫什么 AB公司 原来A公司B公司 我们两个人就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我们就变成是AB公司这样子 所以譬如说你有看到一个 叫台北富邦 有没有 一个叫国泰世华 他们就有点比较是什么 是国泰去买世华 可是呢 世华他还是把他的名字留下来 那国泰呢 国泰是其实是比较大的 可是他有把他的这个世华银行 原来世华银行的话呢 把他的名字留下来 可是他也没有到新社 没到新社合并 那台北富邦呢 是富邦跟台北银行合并 台北跟富邦银行合并 那这个就牵涉到了 这个马市长当时是不是 见价出售台北银行 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因为当时台北银行的这个价值的话呢 应该是比富邦银行买的那个价值还好高 可是台北银行呢 变成消灭银行 富邦银行变成存续银行 变成是这样子 这是大家觉得蛮争议的地方 那这个并购案事实上 非常的多 你大家多留意的话 你大家可以看到蛮多的 有蛮多的这样的一个并购案 好那收购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所谓的资产收购 有股权收购 就资产的话呢 我只是去买你 公司的某一部分的这个资产 这样子 我并没有把你的整个公司买下来 可是如果是股权收购的话呢 那我就是去买股权了 我真的就是要去买股票 那这时候买股票的话 其实通常在合并的 要合并的话呢 刚刚我们前面讲合并 那存续公司是真的要拿钱 去买那个消灭公司的 就根据他计算的资产 那你要拿钱去把它买下来 那通常在谈的时候呢 有时候可能这个 预计被买的公司呢 可能不是很愿意 就那个价钱没谈好 那没谈好的时候呢 存续公司他就会做一件事 他就开始做股权收购这个动作 所以如果说大家谈得很愉快的话呢 其实就在合并掉了 就合并掉了 就没有到这个股权收购这样子 所以如果谈的不是很好的话 这个价格谈不好 那这个原来准备的存续公司 他就会到市场去做公开收购的 做公开收购 他就到市场 因为我只要股份超过多少以上的话 那我在董事会 我是不是就有足够的这个董事喜次 那我就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公司的 这些董事的话 我就可以把他们排除在外了 我就取得公司的经营权 所以这个是股权收购的一个原因 所以当然是合并不成的时候呢 那就变成是用这个收购的一个模式 那通常用公开收购的时候呢 大概都会是一个比较 因为我刚刚讲 如果是可以谈得来的话 那当然是比较友善的方式 所以当我公开收购的时候 有可能就变成是什么 我就摆明了 我就是要把你买下来 那你既然不卖给我 那我就在市场上去买你的 我们两个就开始抢吧 看你能不能提防我把你的这个股份呢 把股权在市场上呢 买下来 所以就有点比较敌意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敌意的接管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个融资收购的话呢 就是这个准备要收购的这个公司的话呢 他就去发行这些金融商品 用那个发行的钱的话 来买这个 买这个要被买的这个消灭公司这样子 那他就有点变成是什么 我用这个被消灭公司的资产 我用他的资产去借钱 然后就把你买掉了 这是在融资收购上面的 会出现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去买你的公司 事实上我一毛钱都没花 我是用你们公司被消灭的 那个公司的这个资产去融资去贷的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非常复杂啦 不过就是你知道merge 基本上会是比较友善的一个方式 当你变成是stock acquisition的时候 它通常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不友善的一个方式 当然你就要想我为什么要被消灭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被你并购 我为什么要被你并购 如果说我是一个蛮小的公司 我是一个个人的公司 一个新创的公司 然后就说像YouTube刚出来的时候 我规模也很小啊 可是我蛮受欢迎的 然后这个大公司 就像Yahoo啊 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大公司 他觉得你技术不错啊 所以他要把你买下来 他怕你哪天壮大了 变成他的敌人 所以直接帮你买下来 那我对一个新创的人来讲的话 我投资的钱 我现在这样子 你花钱来买我 我现在这样子也回收了 我可以拿着这个钱 我再去弄一个新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当然就卖给你 可是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是国泰市华 这样两个银行的话呢 我市华也是很久的银行 国泰呢 你也跟我差不多而已 那市华的员工 他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卖给你国泰呢 当我被你消灭以后 那我们的员工到哪里去 同一个变成一个公司的时候 这个位阶的位置只有一个 原来是两个 现在比现在一个 那谁应该被消灭 国泰的人被消灭 还是市华的人被消灭 好 所以被消灭公司来讲 我当然不愿意 我当然不愿意 所以除非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谈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你不可以把我原来的人呢 全部fire掉 你要怎么样做妥善的处理 可能会有这些要求 那都可以做得到的话呢 可能这个merger的话呢 会比较容易一点 可是这些都谈不拢的话 只好做什么 收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 那这个 并购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子来并购呢 就是你并购的 你知道并哪一些公司 你要并哪一些公司 你可以垂直的一个整合 那你也可以做水平的整合 那你当然也可以跨业 跨这个 跨比较大领域的一个整合 这是课本上面讲的 譬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水平的整合呢 两家航空公司 两家都是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跟这个什么 两个都是美国航空嘛 一个american 一个us 这两家航空公司 就整合变成一家 新的一个航空公司 这样也可以 那或者垂直整合呢 这个Oracle它不是 加古文是不是 它是做软体开发吗 它是做网路 做那个什么 硬体嘛 然后再加上一个 做资料管理的 两个做这样垂直整合 然后这家是什么 波克夏 大家知道这家公司吗 波克夏 就是Wallem Buffett 那个股神 Wallem Buffett 他的公司 他的一个投资公司 然后他就去买了这个 Duracel 这是什么 金顶还是净量电池 对不对 所以他就去买了 这家公司 所以因为他是一个 投资公司 他是一个投资公司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是 他是投资人的钱 然后他就去买 各式各样的公司的 一个股票 所以他就可以去 他有很多的钱 他可以去买 很多的股票 那这个地方 他就 不同的这个产业之间 不同产业之间的 这个合并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的 这样子的一个并购方式 你可以想到水平的话 有什么样的并购呢 如果你是开餐厅的话 你可以做垂直并购 对不对 你可以往上游去买什么 因为你需要原料 对不对 你需要原料 你需要餐厅的那个食材 所以你就可以往上去 买一些农场 然后你就往上游去买 就去买农场这样子 就是买你的原料的那个部分 这就是往上游的垂直供应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往下游 往下游去做整合 好 比如说 大臣 大臣他是做饲料 他是做饲料 所以他如果要垂直整合 往上游的话呢 他就去买什么 他就整合什么 往他的上游 饲料的上游 他就买大宗物资 因为他的饲料 他可能是用玉米黄豆做的 所以他往上游的话 他就去整合 生产玉米黄豆的这些公司 这些农场 那他如果要往下游 往消费端的话 他的饲料往消费端 他可以去整合 养鸡的养猪的 就是吃饲料的部分 那他也可以再继续往下游 去整合什么 加工鸡的加工 所以他可以往下游去整合 像Burger King 对 他们需要用 或者是这个 鸡块那个叫什么 肯德基 他就可以去整合肯德基 这样子 那所以肯德基的话呢 他现在是下游 他往下游整合的话呢 他就跟大层 去跟这个养鸡场去做整合 或者他继续再跟往下游的话呢 就跟饲料场去做整合 这就是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部分 好 那 那如果很想整合呢 你就可以是 譬如说餐厅跟餐厅整合 对不对 好 你可以是速食店 然后整合我们的这个 好 你就可以把Burger King 跟胡旭长做整合 对不对 好 西式的速食 加台式的速食 这个就是一个垂直的整合 如果第三类整合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整 随便整都可以 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 你就可以是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整合 因为他就已经是非常跨界了 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 你可以想得到的 有啊 我们台大可以 我们台大可以去整合一个饭店啊 对不对 台大是一个学术机构 我们可以去整合一家饭店 因为我们常常要开研讨会啊 我们有国外的这个要来住宿啊 所以我们就去整合一家饭店啊 有何不可 不是吗 好 但是台大不是企业啦 好 不过类似 好 这些刚刚我们大概讲的是 一般性的这个企业组织 对农业来讲很重要的呢 是合作社 是合作社 cooperative 刚刚那个是cooperation 这是cooperative 合作社 那这个合作社的一个概念的话呢 他说他基本是用他的memor 这些memor他会用他们 他们的产品 他们的产品的话呢 就是这个合作社的社员 他们彼此会用他们里面生产的产品 那已经过世的许文富老师 他在这个农业合作上有很多的专研 所以他有一本书叫农业合作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再更新 那他第一版是在2003年出版的 他就定义合作社的话 农业合作呢 就是从事农作森林水产畜木生产事业 为职业的农民 以合作社组织的形态 用于经营他们各项生产事业 就是一个合作 就是一个农业合作 那广义来讲的话呢 只要农业生产者用团队的力量 改进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 共同运销农产品 维护生产的这个本身的权益的话呢 都叫做农业合作 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取比较狭义的 合作社农业合作社 就我们在讲农业合作 我们大概会把它聚焦在农业合作社的 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农民的生产规模 通常都比较小嘛 所以他要去做很多的工作 他要去生产 他要去销售的话 相对是可能利由不贷的一个 所以我们把大家的这个 把大家的产品聚在一起 你去采购啦 你去销售的话呢 可能这个规模都会比较大 然后这个人数多的话呢 透过合作社来进行的话 在融资上面的相对也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就非常一直非常鼓励的 这个合作社 那合作的概念最早起源在欧洲 他最早起源在欧洲 那当时的这个 到目前来讲 你如果去看这个合作 全球的这个合作组织的网页的话 他会告诉你全球在哪些地方 所有存在的这些合作组织 那存在数量最多的还是以欧洲为主 那最开始出现的这个合作组织呢 是一个消费性的 就是当时这个 收入比较不高的这些 一些这个平民百姓的话 他们为了要去买一些日常用品的话呢 他们就组织在一起 扩大他们的一个购买的一个力量 然后他们就自己 因为我需要 我需要一块肥皂 你需要两块肥皂 算一算我们需要二十块肥皂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买二十块肥皂的话呢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杀价 所以我们慢慢这样的观念呢 就形成合作的一个概念 那徐老师说呢 合作原则 从当时发展合作的概念 一直到现在 不变的原则 大概到目前来讲 还是这几项 第一个就是 合作社基本上是自愿参加 而且是门户开放的 只要你认同这个合作社的话呢 我们不会设太多的一个门槛 不会用钱 不用其他的因素呢 来设门槛 那另外呢 这个合作社里面的选举 不管是这个 这些礼监事的一个选举的话呢 我们是民主方式 是用选举的方式 而且是什么 一人一票的一个方式 不像这个公司里面 在这个企业里面的话 刚刚讲的 corporation里面的话呢 是看你出的资本额多管 资本额越多 等出的越多的话呢 那他得到的这个 他可以选的这个 得到的这个股东喜次的话呢 就会比较高 可是在合作社里面 没有 大家的权利都一样 不管你的这个 股金有多少 都是一样的 那另外的话呢 社员刚刚讲到 我们看到合作社里面的话 社员他们是 要跟合作社有往来的 所以合作社的社员 需要有经济参与 所以合作社的盈余的话呢 是按大家的交易金额 来分配盈余的 所以鼓励大家 一定要跟什么 合作社来做生意往来 那另外合作社基本上 即使政府是觉得你们是弱势经济团体 但是还是鼓励要自治 要自理 政府虽然定了合作社法 但是基本上是鼓励自行运作 政府不会投入太多的资源去帮助 当然他会鼓励优良的合作社 但是他不会去提供很多的资金 特地去扶植这些合作社 那合作社对他的社员 是很强调教育训练 还有资讯的提供 他合作社之间是更鼓励彼此合作的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联合社的概念 然后合作社的话呢 基本上他比较强调就是 我们前面讲类似社会企业的观念 他要关怀社区 关怀他所在的一个社区 还记得这个农业发展条例里面定义的 农民团体有哪几个 农会渔会农业合作社跟农田水利会 对不对 产校班的话呢 叫做农民组织 所以这是他们是有相对的一个法规去制定的 所以基本上农与会合作社的话呢 在外界上我们是认定他是一个法人 这是合作社法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合作社可以经营的业务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种 那当然我们熟悉的 好像大概就是生产运销 是你可以看到 有那个所谓的供给合作社 利用合作社 比如说那些大型的机具 大型的机具 农民生产的那种什么收割机 易饮机这些东西 可是农民他可能不见得每个人自己要买 那我们就可以用合作社来买 买了以后呢 合作社的社员就可以来借来使用这样 然后像计程车呢 他们大概都是运输合作社 那我们讲的信用合作社 罗斯服务上不是有一个什么第九信用 还是第六信用合作社 它就是这个 它就是属于这个信用合作社的一个部分 那合作社成立呢 还记得我们讲说它是志愿 而且基本上它是开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合作社的成立呢 七个人以上 然后参加合作社的社员呢 有什么条件 只要你有行为能力就好 那我们法律上讲的行为能力呢 二十岁嘛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再看这个办法呢 它说如果你是六岁以下 只要你的这个监护人同意的话呢 你也可以加入合作社 好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 因为像信用合作社的话呢 好 可能这个鼓励小朋友出去 好 所以六岁以下就可以来加入合作社 可是要什么 你的父母的同意 好 所以这个合作社 你可以看 它确实它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那受辅助宣告之人 受辅助宣告 但包括他无行为能力 无行为能力有这种年龄上面 或者是 比如说他是身心障碍人士 像这些 那这个的话呢 他们就有辅助人 所以这要有辅助人同意 可能银行不会接受他们 或者其他环境不会接受他们 但是合作社呢 有给他们比较宽的 比较宽的条件 然后股金是多少 至少六块 最多一百五十块 好 所以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个股金 而且是同一个社内 不管你是谁 你是三岁 你是 你是 不管你二十岁 不管你是多少岁 你都是一样的 这是十六条 那十七条 他说每个人最 当然你要加入合作社至少认一股 可是最多不可以超过多少 股金总和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有一个太大 太大的人 然后脚股的时候也不可以 不可以小于所认股金的四分之 也就是说你说我要认百分之二十 那我一定要让合作社成立 对不对 那我一定要先把钱缴出来 所以没有说那种讲一讲讲空头的 你一定要缴出来 那盈余的分配 刚刚大家还记得 是照你的交易来分配 好 所以这里面就很清楚规定要什么 有供基金 然后还有百分之五的公益金 好 所以公益金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要来做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公益金的话呢 社会福利 公益事业 合作事业 教育训练 宣导使用 好 这是公益金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讲 这个合作社的 合作原则里面很强调的是 训练 对不对 训练跟这个资讯的部分 还有关怀社会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百分之五的公益金的一个目的 就在这个地方 好 好 那第24条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这个结语的话呢 是按社员的交易比率来分配 好 好 那各位也是合作社的社员 你知道吧 消费合作 这里有个消费合作有没有 好 我们学校有个消费合作社 而且你也是这个合作社的社员 你知道吗 你进来的时候就是了 好 那以前我们 以前我们加入学校的合作社的话 需要缴这个股金一百块 那现在已经不用了 你们都不用缴了 直接自动 只要有 只要是台大的这个教职生员工的话呢 自动都是这个消费合作社 所以我们的合作社 包括旁边的小小福小福 你进去他是不是都会问你 是不是社员 他一定要问 因为如果你不是社员的话呢 你是不可以在狐狸社里面买东西的 所以他曾经被告过 被检举说他有对这个 被社员的话呢 来做这个交易 然后如果 到每年结算的时候 有没有 通知你说 要来领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分红之类的 对不对 要通知你吧 所以如果你交易金额越多的话 这个赚钱分配到大家的这个 盈余分配合是不是就越高 有注意吧 所以以后买笔记本 要到狐狸社去买 不要到外面去买 要多到狐狸社里面去 好 那这个组织的话呢 还记得刚刚只要七个人 对不对 那七个人怎么分配呢 理事至少三人 监事至少三人 所以七个人呢 三个去做理事 三个去做监事 那一个人呢 就是做一般人就好了 这是七个人 所以他的任期呢 不得超过三年 但是 连选得连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上面的一个规范的话呢 相对我们对合作设施 比较宽松的 好 联合社 两个合作社以上 我们就可以成立联合社 所以消费合作社 大概通通都有所谓的联合社 都有一个联合社 那我们还有一个联合社的一个组织 那个办公室好像在 在福州街 国内日报社的对面那边 就有一个合作社的联合社 所以合作社联合社的社员是什么 他就不是个人了 他就是合作社 他的社员 联合社的社员呢 就是合作社 就是合作社 所以合作社 他刚刚你还记得 合作社的引语的话 里面留下5% 就是可以去做什么 加入联合社 加入联合社的话 因为 因为合作社的话呢 他有经营上的区域嘛 因为他要必须跟他的社员来做交易 所以他比较有区域训 那透过联合社之后的话呢 区域不同区域之间的话呢 就可以比较多的一个交集 所以这是鼓励成立联合社的一个原因 好 那这是在我们农业方面 很重要的合作社 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社 那你也可以查到在这个 合作社的业务是归内政部 归内政部看 来做主管机关 所以你要查合作社 现在的合作社的资料的话呢 你要到内政部的网站去查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 我们政府的规定呢 中小企业是什么 制造业 营教业 矿业 土石 开采业的话呢 这个资本额要在新台币8000 实售资本额新台币8000以下 就这些行业 其实他应该规模比较大 所以如果他们的资本额在8000以下的话呢 就叫中小企业 好那除了这些行业以外 那营业额在1亿以下的话呢 就叫中小企业 那几乎都是的对不对 好营业额要1亿以上的话 好像还蛮难的 是营业额 那另外一个可以用什么 人数 可以用人数 如果说你的雇佣员工人数为100人的话 那这个制造业 营造业 矿业 土石业的话呢 他就是200人 他用200人当做他的上限 好所以中小企业 基本上大概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这个基础 整个经济的这个基础 所以中小企业有什么重要性呢 第一个他是鼓励创新嘛 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的成立的话呢 可能这个创办人呢 他有一些新发明 所以他就成立一家公司 所以这个新创事业的话呢 大概很多是这样子来的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中小企业 他可能是大型公司 他的卫星工厂 大公司的话呢 他其实要生产的这个 生产的这些产品的话呢 不见得真的在工厂里面生产 他可能是给他的周围的这个卫星厂来生产的 像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制造车灯的一个工厂叫地宝 就是那个地宝 皇帝的地 那个宝物的宝 因为一般的汽车 他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嘛 车厂他有原厂的零件 他也有这个非原厂的零件 但是这个非零件里面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代工厂做的 只是没挂牌而已 或者这个不是代工厂做的 是其他工厂做的这样 那地宝呢 他就是帮很多的这些车子 去帮他们生产 这个就不叫原厂 但是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他的品质 是可以被原厂所接受的 他是一个上市公司 那这家公司的这个母公司呢 在鹿港 在鹿港的这个靠海边的一个盖得很像城堡的那个公司 然后他在台南 他在台南永康那附近还有一个工厂 他好像大陆也有设厂 他们就 但是呢 这个工厂啊 你看他生产这么多的灯 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车子的车灯他都做 所以他不是只特别对哪一个品牌 他是所有的汽车 只要在市场上看得到汽车车灯 他大概都可以提供 所以他要做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这个地宝的周边呢 你就看到有很多的小工厂 这些小工厂呢 都在帮什么 地宝做车灯 就在鹿港的这个 这个海边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很多的这个休闲农地 这个农地上面呢 就盖起来的这个工厂了 大概都是地宝的这个小工厂 他的卫星工厂 那地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他要扩大厂房的话 他要比较多的投资 所以他用卫星工厂的话呢 卫星工厂设立的资本 是卫星工厂的设立人 自己去设立的 可是对他的好处呢 卫星厂的好处是 这个订单呢 是我地宝去拿来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订单的问题 只要我地宝有订单 那大家就跟着 就有这个有糖可以吃了 所以你只要就帮我做代工就好 所以基本上呢 两者之间有做这样的一个风险 跟这个利润分配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些中小企业 对鹿港 鹿港也有一个信用合作社 那这个信用合作社的存款 也非常多 如果你仔细去看 然后你就觉得鹿港小地方 对不对 鹿港小镇嘛 为什么这个有钱人还蛮多的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他们有蛮多像这样的 卫星工厂 所以台湾的中小企业 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大型企业 它的周边事实上都围绕了很多的 这样的中小企业的卫星工厂 这也是台湾比较特殊的地方 再来的一个重要性呢 搭公司可能服务的是 一般性的客户 或者呢 它是针对的是特殊的族群服务了 那可能有一些族群是没有被服务到的 可能没有被服务到的 那这个中小企业 它就可以针对这些 还没有被服务到的消费者的话呢 来进行服务 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是住一般的游览车嘛 这很方便住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如果是需要坐轮椅的人 他们要出去旅游的时候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他们需要的是那个车子是可以 可以有垂降功能的 可以把他的轮椅收上去 让他们直接把轮椅停在这个交通工具上面的 所以就有一家公司 他就专门做这样子 就比如说我们不是有那种身心障碍 带着接送的车子嘛 这是官方办的 那有一个民间企业 他就看到这一块市场 所以他就去特别改装汽车 然后就是专门要接送这些 身体不方便的人的话呢 然后带他们去旅游这样 那他们甚至可以做到 就是国外 国外的这个 国外身心 这个行动不便的人呢 到台湾来旅游 他们都可以接这样的一个业务 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要友善环境嘛 所以你除了就是说 你的这个场地是很有善之外的话 运输工具也要友善 可是这个地方呢 不是什么国光客运啊 桐园客运他们是不会做的 所以就像这样子一个中小企业 他们就去做了 他们就去做 我们的场地也很友善 你知道吗 我们教室也很友善 因为那个 这边应该有一个门是可以进来的 因为我们以前有一个系 他就是坐轮椅 他就坐轮椅 所以我们的走廊上 我们的这个楼梯上面呢 我们有做一些 这个比较友善环境的一些设施 就是特别去为他来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部分的消费者 他们是没有被关注到 再来当然是创造就业机会了 这个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每一年就很多的中小企业 就是设立了 当然他就创造就业机会 再来是有一些人 是没办法适应传统的职场的 有些没办法适应 这个朝九晚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就去做show home嘛 对不对 个人工作室像这样子 这些人 那特别是对这些弱势 少数民族 这是少数的族群 像我们台湾讲的 台湾的这个新住民是不是 还有像这个妇女啦 或者是有一些 要二次就业的这些人的话呢 这些中小企业的话 就是他们去创业的机会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中小企业 他不是特别标榜说 他是要给什么 二度就业的妇女啊 他像阳光基金会的话 他们就特别是要给 他们去做这个阳光洗车中心 所以他们就给这个 这个颜面有障碍的人的话呢 给他们工作的机会 所以这个都是中小企业他的一个重要性 当然我们要问了 这是我们对企业家 去创业的人 所以你说他企业家 创业家 我觉得都可以 entrepreneur 企业家 创业家 那为什么会有人要去创业 那我们看一下创业家的定义是什么 assume the risk assume是承担 所以你去创造 你去经营 你去组织 你去经营这个企业的话呢 是有风险的 企业家就是要去承担这个风险 他要去承担这个风险 然后当他去创业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可能锁定的是 Niche 一个特别 逆机市场 一个刚刚我们讲到 没有被普遍关注的那一个消费族群 特别去关注那一个部分的话呢 他们就会去做这样的创业 所以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字 你把它记下来 叫assume 你去承担 所以企业家呢 创业家他们很重要的 他们可以去承担风险 他们愿意去接受风险 那多数的人呢 包括刚刚我们讲 我刚刚讲地保的卫星工厂 对 这些人当然他也去创业 可是相对地板的老板来讲的话呢 他们相对那个创业的 这个承担风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愿 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当地板的老板 他要去 刚开始 他去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世界各地去开拓 他去跟人家竞争 说我做出来车灯 跟原厂的这个车灯 是一模一样的 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他会不会成功 他不见得会成功 但是他愿意去做尝试 然后这个老板呢 只有小学毕业 这个老板呢 因为车灯在美国卖得太便宜了 所以就被美国判刑 然后就被美国政府抓去关了八个月 如果他不被关的话呢 那他从此不能进出美国 所以他就决定去关了八个月 所以他除了被罚钱 他自己还被关 我们当时都问他 你要不要去被关 他说我当然要去 这是一生的荣誉 不能为了这件事情的话呢 就这个 就从此不再去美国 我还是要做生意的 所以他只有小学毕业 真的 然后他的手指头呢 就被那个机器 应该可能是他小时候怎么样 操作机器不当 他手指头就不见了这样 但是我曾经带学生在他去他的工厂参观 也在他那边上课 然后上课那一天呢 刚好冷气坏了 他自己就跑出来 在那边修冷气 亲力亲为 他没有说我是一个大老板 那我什么事情 我就是交代下面 他还是亲力亲为 所以企业家不一样的在这个地方 他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奉献 好 那我们下面就看到 有人去归纳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有这些特性 譬如说他自动自发 他愿意承担风险 他有追求成功的目标 他会自 他会这个很有弹性 他愿意跟人相处 他跟人相处得很好 他有领导人的风格 他的思考是系统化的思考 有这些特性 这是归纳出来的 好 这时候再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我们要中西合并 这是来自史记 史记你知道吧 司马迁写的史记 货直列传 因为它是一个记传题的一个史书 所以它不是分成这个 本记世家列传书表吗 本记是写皇帝的 世家是写这些贵族王后的 那列传的话呢 就是大概是写这些 一般比较这个寻常 这个诸侯下面的 那这个货直列传讲的是商人 他讲他西汉之前 一直到这个 春秋时候的这些商人 他做了很详细的记录 那这边他就特别介绍一个叫白龟的这个人 白龟是周朝时候的人 那他就跟他做对比 在魏文侯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李克 那李克主张呢 应该要物尽地利 他说所有的土地要充分使用 所以你就是有点要去 一直把这个土地的这个 这个生产力的话 把它炸光 所以土地要一直不断的去使用它 连这个边际土地的话呢 都会去使用它 那这个是李克的一个想法 可是白龟呢 他就不这样想 就是商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在《货值列传》里面讲的商人 他会是比较是所谓班无有运无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比较是零售商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说白龟呢 乐观实变 故人弃我取 人取我语 也就是说 人家不要的东西 我就先把它买来 买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高价卖给别人 所以人家不要的时候呢 我就去买来 因为价格低嘛 所以我就去买来 那人家要的时候呢 我当然就可以卖给人家 我的价格 我就去赚这中间的一个立场 所以乐观实变怎么观呢 胡遂收取骨 予以私欺 减出取 薄絮 予之时 他就说 如果这个稻谷的价格很好的时候呢 那价格就很 这个 这个骨子很丰收的时候 稻谷的价格很便宜嘛 对不对 那当然我可以收 我可以就去收稻谷 可是这时候的丝绸的价格 因为这个土地上你可以种稻谷跟丝绸 两者之间是替代的关系 所以稻谷丰收的时候 稻谷价格低 那我应该去卖什么 丝绸是比较贵的 所以我如果之前有丝绸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把丝绸拿出来卖 然后我就买什么 买稻谷进来储存 可是如果是这个减粗呢 如果是丝绸产很多的时候呢 那我当然他就比较便宜啊 那我就可以去买丝绸 我之前买的稻谷呢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了 我就可以拿出来卖 这两个是替代的一个产品 那他怎么乐观 他怎么看这个 什么时候是这个稻谷 生抽比较好呢 太阴就是月亮 在某这个位置的话 阳是丰收 民税衰恶 智武汉 民税美 智友 阳 民税衰恶 智子大汉 民税美 有水 智毛 记住的税率被 有水 这好像是少了一个吧 好 这一段话在告诉你什么 这是统计学的应用 对不对 统计师不告诉你要观察 长时间的资料吗 那你就知道这个 我们有所谓的季节性波动 在我们讲时间序列分析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时间 有这个循环性的一个变动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大概统计出来 如果月亮在某这个位置的话 这一年大概会丰收 明年就会比较不好 然后他到五的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就会有旱灾 可是隔一年的话 可能还是不错的 所以他就做这样的一个统计出来 这些都是基本功 对不对 你学统计不就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他在选的这个地方呢 他就说 我如果是要 我如果是要赚钱的话呢 就是你要挑的这个种子 你是要挑品质好 还是要挑产量高 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稻米保价收购的话呢 事实上是不管稻米品种的 就管重量 一公顷多少重量 那多少钱就是这样收 那就有人开始觉得 这样是不公平啊 因为农民就去生产那个什么 产量很多的 可是相对品质不是很好的 所以他的产量很多 那结果产量一多的话 丰收那价格就卖不好 要求政府呢 还要再多做一次的收购 可是 如果你说我们常常这个 每次看政府的政策都会讲说 我们要去改良这个稻米的品质 我一直忍不住在农委会就问他们 我说我每一年都看到你的政策目标 都有一个这个改良稻米品质 改良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没改良好 到底怎么样才叫品质 然后就跟我解释 他说那个 就是因为刚刚我讲的 就是因为收购的时候 其实不管你的稻种 不管你的品质 然后就每公顷就是这样收 所以收来的米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品种比较不好 吃起来口感比较不好的 税率比较多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米 所以品种好的呢 产量就是通常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我们一直要改善品质 改善品质的同时呢 产量也不要变太少 就是理想这样子 可是品质跟数量之间其实是一个 两个其实是一个这个替代的一个关系 品质通常数量就不会太多 不会太好这样子 所以你就看 所以你看 白龟呢 他就知道 我要选什么 我要选 同样去买米 我要买这个品质比较好的 那当然我在储存上面 储存的时间也是可以比较久的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然后在他个人的 在他个人的这个要求上面呢 能博饮食忍事欲 结衣服 与用事同谱同苦乐 屈时若门受至鸟之发 所以他赚的钱呢 还是很克勤克俭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说要怎样 要善待你的 善待你的工作 他算是你的下属 对不对 是你的同谱 还要同苦乐 所以你还记得 刚刚我们看到的前一页讲的 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创业家 你要跟人相处得很好 你要有领导人的风格 好 那这里面做领导人风格 你自己就先要求我自己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赚钱的话呢 我自己就不能吃太好 对不对 好我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然后就让我的这个 让我的下属呢 去承担所有的工作 他没有这样子 屈时若门受至鸟之发 其实这个是 孙子兵法里面有用到的 就是这个乐观时变 你什么时候该出手 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呢 这个时间 他讲这是一个结 那个时跟那个结 就像你要扣板机的时候 你要射箭的时候 你该什么时候射 那个关键的时候 好 所以就像这个狮子出来的时候 他要去咬 在这个小动物的后面追的时候 他咬上去的那一下那 或者鸟从天上飞到水里面 去把水里面鱼咬出来的那一个刹那 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好 所以不是说前面那个统计的数字 大家都会统计 统计完之后呢 你怎么做决定 那个关键的时刻 那个关键的时候 所以刚刚你还看到前面他讲 他说他是一个system thinker 你可以去做很好的系统的整理之后 你的决断性 我该不该买了 我该不该出手了 我该不该卖了 这个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要的 所以白龟自己说什么 他说呢 我自身产 由一银履上之谋 孙武用兵 相殃刑法誓言 事故其志不足以权辩 永不足以决断 人不能取语 强不能有所守 虽欲学无数 终不告之矣 所以做生意要做到什么程度 一银履上 就是这个江子牙跟一银 都是下商的时候的这个 丞相的一个位置 有他们这样的一个谋略 要像孙武跟吴起这样的用兵神术 要像商鞅刑法 非常的这个讲究 这个言行重赏 所以然后 所以你要像他们这样子 所以商人不是只是 你要赚钱还是赚得有道理的 你还是有一些personality在里面的 所以你要懂得权辩 你要会 你非常的果断 你要能够跟人家分享人 你要很强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去贿赂 什么时候不可以贿赂 对不对 这个你要能够有所守 所以这是白鬼他讲的 所以企业家呢 这个企业家 前面讲的 从英文来看的企业家 从中文来看的企业家 你就知道做企业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统计的功夫在这边 经济学的功夫前面也有了 有没有 低价买进高价卖出 这是经济学上面嘛 有需求 当然这个价格会高嘛 攻击过剩价格下跌 所以经济学也有 统计也有 接下来的呢 就是管理上面 你需要什么 你有需要领导的能力 你需要做决策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从过去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案例里面都可以看到 好 那另外引这两个话 这个是可口可乐 1980年到1997年的执行长 他讲的 他说如果你承担风险的话呢 当然 你接受挑战啦 你还是会失败 可是如果你连承担风险去接受挑战 你都不愿意的话呢 你当然注定失败 如果你连做都不做的话 你就已经失败了 你做完是失败 你连做都不做呢 成功的机会都没有 好 你去尝试呢 你还有成功的机会 应该是这样倒过来看 好 所以不是看fail那个部分 而是你还是有成功的机会 这是统计学上 这个几率分配不是这样讲吗 对我们有upside risk 有downside risk 损失的地方是downside risk 可是另外一边呢 是价格上涨 upside risk 所以你承担风险是什么 你为了要赚钱 你当然就要接受 有赔钱的时候 好 那这个Howard Schultz的话呢 他是星巴克的创办人 因为他出生不是很好 他出生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当他创办星巴克的时候呢 他就希望营造出来一个气氛 对他的员工的话呢 给他非常好的待遇的价值 所以他讲什么 他说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 不管你信什么 不管你有钱没钱 你都不需要 你都不要让人家告诉你呢 你的梦想不会成真 你应该告诉你自己 你的梦想会成真 而且你要做什么 更大的梦 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个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来的一个穷小孩 他怎么可能知道他有一天会变成 他做了一个这样跨国企业这样的一个创办人 想都没有想过 可是就是这样子啊 他就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你要有梦想 你要有梦想 你不用相信别人告诉你 你也不要因为 你没有 没有一个父爸爸 没有一个父妈妈 你的姓姓得不太好 对不对 现在姓得比较好 应该姓什么 姓郭是不是 姓郭啊 姓王啊 都还不错的姓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姓这个的话没关系啊 有很多人呢 什么姓都不是 后来还不是一样 自己就成功了 好 那这是从这个企业家精神的话呢 我也先跟大家来谈的这两 给大家的这个鼓励 做企业家真的还蛮难的 所以你不见得会变成是 你不见得会去新创一个事业 但是我想这一些 刚刚讲的一个企业家的一个 他的人格特质 或者我们看到这个 罗贝托他的一个鼓励 或者看到Howard他的这个 他的一个鼓励的话 其实在你的其他的为人处事上面 应该都是一样很正面的一个激励 你如果什么事都不去尝试的话 如果你一点梦想都没有的话呢 那你大概就是这样子 混混饿饿的这样过一辈子 可是稍微有一些梦想的话 你当然就会去做这个不同的一个 就不同的一个行为出来 好 这是企业家的特色 那当然我们就问啊 你为什么要创业 好 就是我们去分析 会去创业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有人会创业 很简单的理由嘛 他可能就是失业了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就是失业了 那失业没什么工作做啊 好就开始去 就开始去创业嘛 是不是 那或者是因为 刚刚我们看到有些人是 因为你没有办法融入正常的职场 你不喜欢那早九晚五的工作 那就自己出来做 那或者你刚好自己 你就在学校里面 你做了跟老师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创业计划书 你或者在研究室里面 你发明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产品出来 你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 一个品种开发出来 你就会想那我自己也许把这东西卖给别人 和不我自己来做 所以因为你刚好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技术 关键的产品 你当然也会可能来做 那有些时候当然就是你的兴趣啦 或者有一个 有一个人的一个创业的一个 有人去创业的经验是 因为他很喜欢跑三帖 好那他去参加国外 他就去参加这个三帖活动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这个三帖活动 应该要去挑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 对不对 吃好玩好住好 然后就把这个三帖的比赛也把它比完了 所以他就去做这个全球性的比赛 然后就挑到那种 就挑那种这种都很顶级的这种 度假村的话呢 来办这样三帖活动 就变成他一个新创事业 兴趣的一个结合 那有一个爸爸呢 因为他的小孩子有这个语言上的障碍 那所以就要去学 就特别的这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然后他常常陪着这个小孩去训练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觉得说 像他这样的小孩子或许也很多 或许跟他这样的爸爸也很多 那我可以问他们做什么事情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别人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他也就去做了一个 他也去做了一个 在网络上提供服务 或做什么样这样的一个公司 做这样的一个事业出来 所以你自己觉得有需要的话 那别人也会有需要啊 所以帮自己解决问题的同时 你也可能再帮别人解决问题 所以做新创事业的话 其实只要你愿意去尝试 这个开始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开始 那真的我听到蛮多人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就去创业 真的就是这个失业了 那没事也不知道干什么 又年纪蛮轻的 所以就只好去创业 那像我们在职班的这个 第二届的这个班呆 就是三元建设的董事长 也是国光企业的这个 这个投资人之一 那他就说他当时他为什么要去 他说他原来是做一个小包厢而已 他是海洋大学的 他是海洋大学的这个 业建部毕业的 然后就做一个 就后来出来做建筑 做一个小包厢 就大包厢倒了 大包厢倒了 他是小包厢 那小包厢下面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工人 还有工头 那他们就要跟他要钱 说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个大包厢没有钱了 那总要找小包厢吧 那他怎么办呢 他只好自己把它吃下来 所以他就开始进到建筑院 他就开始盖房子 所以你要看到很多的这个 其实后来我发现在台北市 像南港 南港那个地方有一个 很早开的一个 家乐福 在南港附近有一个家乐福 在一楼的店面 那个房子就是他盖的 然后他做出一个模式 他就把一楼的店面的话 他就租给这个超市 因为他盖的房子都非常大 他会盖成一个社区 那这社区里面的话 可能都有蛮多的家庭要消费 所以他就跟这个家乐福做连接 所以他的店面他就不卖出去 他就用出租的 他就租给家乐福 所以他确保他就是有租金的一个收入 然后他也方便了当地的这个 那个社区里面的人民 这个住户的一个需要 那另外 在新店那个地方有没有 在新店桥边有一个叫做 天阔还是什么的 那边有一个大润发 那个房子也是他盖的 他也要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他也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 他的企业的这个想法 他就跟一般的这个建商的话 想法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觉得说我把 一般的建商大家就说我把最好的店面 我就高价卖出去 我就赚这个钱就好 但是他会想到要什么 永续经营 所以他就用出租的一个方式 而且他盖的是很大的社区 他盖很大的社区的话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就有点是策略联盟的概念在这里 我建商我跟什么 跟这个零售业的话呢 我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 所以我也不用担心说这个 这个零售商的话呢 他们到时候很快就要搬走 因为整个社区的出租率 这个出售率很高的话 那这个零售商的话呢 他也可以经营得很好 所以他就做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所以他的例子呢 不得不嘛 是不是 因为大包倒了 那我下面还这么多人依靠我 那我当然只好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好 这是新创 所以或许你现在觉得 我好像不是企业家 也不知道 你的生命还很长 你的未来还很远 也不知道 所以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就会去创业 那你要怎么创业呢 从零开始 我们叫Square H 在纸上开始画 Square H就是涂鸦嘛 你在纸上就开始画 所以从零开始 从完全没有 那你可以想什么 我们刚刚讲了 因为你个人的需要啊 对不对 因为你的兴趣啊 你就觉得我好喜欢这个 可能别人也很喜欢 好吧 那我不是来做什么 就开始来做什么这样子 好 那这是从零开始 或者比较简单一点 你可以做什么 做加盟 对不对 好 你是subway的加盟啊 麦当劳的加盟啊 像这些 好 你就可以从这个加盟开始 好 那或者你也可以去做什么 人家有一家店要做顶让 然后你就把这个店把它顶下来 好 你就直接去顶这家店 好 所以后面 后面两个都是比较容易 都已经 加盟 加盟的话呢 可能或者像便利商店 这也是加盟嘛 好 像什么美儿美啊 卖灯 卖卫灯啊 这个都是 都是加盟 好 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去 你可以直接去开始你新创事业 你也可以做什么 从零开始 对不对 好 可是如何从零开始呢 我就叫你从零开始了 好 我就叫你要去写 这个创业营运计划书 好 让你从零开始 好 那当然这次从零开始 不见得它会成功 但是至少它就是一个开始 那开始之后呢 你很缺的就是缺什么 钱对不对 你很缺钱 好 所以我告诉你呢 你可以去哪里借钱 我们中小企业处 青年创业贷款 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 这边也有 或者到劳动部里面去 好 那中小企业银行的话呢 它也有创业贷款 好 台北市采发局的话呢 有鼓 有鼓励这个新创事业 有鼓励品牌 有鼓励研发 好 有这些 有这些的 这个可以申请 新北市政府也有 好 新北市政府也有这个 好 这些补助的这个创业贷款 好 然后再不然你也可以走什么 创投工会 好 创投工会的话呢 他们也会出钱 好 他们也会愿意去投资一些新创事业 好 Android Investor的话呢 天使投资人 所以创投工会 基本上它是创投公司组成的一个工会 所以它是公司组织 天使投资人的话呢 它就比较是个人 你知道因为天使嘛 从天上跳下来的人 所以它比较是个人 所以你运气很好的话呢 碰到一个 有一个这个 你就跟他讲一讲 然后他觉得你的idea很好 他愿意投资你 天使投资人 再来的话呢 就是很多学校的 都有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多半的话呢 它大概就是陪你 比较不会再融资 它可能会帮助你去写融资的 这个计划书的部分 它比较没有办法带融资给你 可是它可以协助你 它可以协助你 所以你可以拿到 比较多的资金的话呢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那特别是 我们现在国发基金的话呢 已经有拨出一部分的钱来做 天使基金 天使基金 因为国发基金 基本上它是要 已经成立的公司 而且已经有蛮好的表现的话呢 这个国发基金才会 才会投钱进来 所以对新创事业的话呢 我们现在大概是国发基金 弄出来的一部分呢 叫天使基金的这个部分 所以各位同学 现在也在一个很好的机会上面 政府很重视这个 新创事业这一块 也很鼓励年轻人创业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 要找到这个贷款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只是 你有没有好的idea 只是你有没有比较好的idea 你的想法够不够好而已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 群众募资 对不对 我们还有群众募资的一个部分 那 台湾的这个群众募资平台 有蛮多的 Fly in V的话呢 应该是相对比较知名的 刚好我跟执行长也认识了 就帮他推广一下 那为什么叫Fly in V呢 因为执行长 因为这个创办人喜欢弹吉他 那把吉他就叫Fly in V 就是那个品牌 所以就把它变成这个 这个平台的名字 那我就问他说 你那把吉他还弹吗 他说现在已经没时间弹了 不过那把吉他 还是放在他的办公室 给他其他同仁弹 好那 但这个 这是国内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只要去提案 经过 他们其实还是会给你一些建议 我问过他们 就说你会不会审这个案子 内容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播 谢谢 他就说 他说当然我们根据经验 我们会看一看 如果我们内部都觉得 你这个提案不太有趣的话 我们会给你一些民事暗示 希望你自己不要去放 因为放上去之后 也是很难看下台 那你坚持要放 我当然还是给你放 所以他们根据他们过去经验 他们还是会给你一些 给你一些建议 好所以 放上去之后呢 你放上去之后 当然就在一定的期间 达到那一个 你要筹措资金的那个金额的话 好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那这个钱就拿走 那Find in B的话 他会charge一些服务费 大概至少是8% 加的一个服务费 可是如果是失败的话呢 当然他就要帮助你把钱什么 退还给这些赞助者 这些这个在资金上面的这些群众 那你要知道 这个群众募资的话呢 你虽然出钱 可是你可以拿到的 只是他告诉你说 我把你这些钱拿来 然后我就试做一批产品 那你会从这个产品里面的话 我试做产品 我会给你什么什么这样子 好所以你不会 他没有要成立公司 你当然也不会变成是 那个公司的股东 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因为这个 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呢 也越来 因为他变成是 所有的这个 在新创事业之前 我可以先用这个募资平台 来做一个 试水温的一个动作 因为如果在募资平台 都募得不顺利的话 可能显然 你的idea不是很好 不是很有吸引力 所以一般政府的话呢 还蛮重视这个 所以我们金管会的话呢 他就成立了 他就原理了这个 群众募资的一个计划 他也要去做规范 这些募资平台的话呢 政府也要去做一些规范 因为他很重要 他会不会收了钱之后呢 募资平台 他所有的钱 都是募资平台收了 然后他收了 他就募资平台就关了 那群众呢 是不是又开始很哀怨的 我拿到钱 然后那个 idea的人呢 idea又被 又被抄袭了 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募资平台 它是很公正的第三方 那当然政府就去做一些规范 所以我们金管会已经有 开始要去做这样子的 至少我们在报纸上有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准备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好 所以 一般我们在国内 我们大概就可以选 这个有好几个了 还有其他的这个募资平台 大家都可以去试 那如果你要到国外去的话呢 在美国最有名 大概就是Kickstarter Kickstarters 那个是 一开始他其实是有限制 就美国籍的话呢 企业才可以 那他现在有开放一部分的话呢 可以到里面去 你可以上到里面去募资这样子 还有很多国外的这个 募资平台的话呢 大家也都可以去尝试 如果你希望一开始就走得比较远的话 OK 好 这是 这是这个 创业跟资金的取得的一个部分 那 当然 在你的营运计划书里面的话呢 你可能就可以去study一下 你可能去study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创业的话 以你现在的条件 你可以勤创的这个贷款有多少 好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做多大的一个事情 好 你大概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这跟你后面的营运计划书是有关系的 那 创业不表示一定会成功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人就去研究 创业失败的原因 其实多数的创业大概 能够撑过前一年的比例 这都有 课本上就有这样的统计 能够撑过一年的话呢 大概就有希望往第二年走 有一些大概是撑不到三个月 撑不到半年 那 新创事业为什么会失败 很大的一个 统计出来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创办人呢 他觉得 这个新创事业呢 他没有 他觉得说我请人来做就好了 他自己没有很大的投入 他觉得我把钱投进去就好了 我个人的投入 Devote 我应该牺牲的部分呢 他没有真的做到 他没有做到 我已经请了人来帮我管理了 我已经有电源在收钱 我有什么有什么了 所以我只要来询释一下就好 对新创事业不是这样子的 对刚刚我们看到的 真正一个创业家 一个企业家 你的个人投入是相对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一定要是百分之百的一个投入 那当然还有可能就是后继无力 你的钱呢 后面要的这个资金的话呢 没有跟上来 没有追上来 然后再来的话呢 也有可能是这个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规划不好 你事先的规划不是规划的非常的好 你没有看到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 所以你当然也没有 事先的因应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一张课本就讲到 应该怎么样去写营运计划书 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你的梦想 在云端的那个梦想呢 你要把它形至于文字 你要把它形至于文字 所以就是营运计划书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要写出一个很solid的 非常的这个非常稳固的一个计划书出来 非常可行的一个计划书出来 所以没有那个的话呢 你可能后面的步骤执行的时候 还有这个schedule 这个timetable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都没有办法照这样行事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至少必须要先有一个 这个很完整的计划书 那探讨成功的因素呢 相对刚刚这些不成功的因素 当然就是成功的因素 对不对 还有一个因素呢 这个意在言表之外 就是运气而已 就是运气 刚好你挑的那个十点是对的 就刚好是那个timing 挑对的一个timing 所以这个timing的话呢 这是可意会不可原传 你也不知道 但我们刚刚前面说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分析 可是很多的分析的话呢 你可能还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的话呢 但是消费者的心态 你可能是没办法分析到的 所以timing最适合的一个时间 你是不是找对了 这就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把它归咎叫运气吧 你刚好就是运气非常的好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 感谢观看